观光你好 欢迎您收看中天五间新闻 我是冷秀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来聚焦的消息 高雄市左营区金船四号晚间电梯以外 夺走这对母子性命 上午家属替两人来举行公祭 立刻透过连线请包金莹告诉大家 金莹请说 好 那么高雄市左营区这个月四号发生的电梯以外 造成一对母子死亡 那么家属上午是替两个人举行公祭 那么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呢 集中死亡的大陆配偶谢姓女子 她的妈妈是特地从对岸赶来 那么不在乎长辈不能送晚辈的禁忌 坚持要自己亲自送女儿最后一程 那么白法人送黑法人 可以看到老人家在现场是哭断唱 那么更让家属气愤的是呢 电梯公司竟然到现在都还没有高层主管来上香 那么一起来听听看家属的说法 希望要有其他的 其他的突来的一些事件 我希望让我太太跟小孩好好地走啦 所以我应该是会婉拒他们 我不希望他们再来打乱他们 最后走这一段路 我已经不在乎这个了啦 反正你的态度已经表明得很清楚了嘛 我不在乎了啦 对啊 好那么今天的工庆呢 电梯公司到目前为止是都没有派人来上香制疫 那么这实在是让家属非常的寒心 因为电梯暴冲意外多走两条人命 更是让一个完整的家庭破碎 那么现在电梯报告已出炉一次将锚头指向 电梯公司维修不实哦 但是呢家属前几天到电梯公司讨公道 内部人员竟然说没有法律规定要去上香 这实在是让家属气氛又悲痛 那你向现场这些情形 镜头交换口内 好杀人电梯受害的这个母子哦 今天功绩 不过业者还是躲着没出面 这目前来自现场最新状况